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Jolene戴上黑色帽子 身穿黑色绑带露杯装 露出性感美杯 她在贴文中表示所到之处充满关怀和叮咛爱意 透露亲切的华航空解药Jolene一定要吃饱 身体才会健壮 于是Jolene便听话地把餐点全部吃光光 表示自己很幸福 贴文一出 粉丝立刻留言要吃饱饱啊 吃光光很棒 露完美杯要加剑衣服天王 天团法国合体 周杰伦神预测马莎宝宝性别 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欧洲巡演 已完成首战法国巴黎场次 团员也在当地时间三日转往英国 准备四日晚上在伦敦欧二体育馆开唱 在此之前 恰巧也在法国的周杰伦 周董和老婆昆玲特地现身五月天后台 并带着当地知名点心探班 周董也更新到马莎升格为人妇的近况 还凭直觉大胆猜测 是男孩 马莎笑而不答 但也未否认 周董和五月天私下都喜欢玩电玩 当天双方除画家常外 周董还邀约五月天去逛法国知名古物跳蚤市场 可惜的是 五月天隔天就要动身前往英国 让周董感到遗憾 但仍不放弃希望诱惑说 跳蚤市场比电玩主联盟还要厉害 周董曾惊喜出现在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上 当时还戏称组周五团 表示每周五发一个单曲 虽然这个玩笑话至今未兑现 但天王和天团的好感情 也让双方歌迷看得满心欢喜 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 气质 长腿被赞基因强大 陈奕迅和徐豪盈2006年结婚 育有一女陈康迪 近日港媒难得拍到陈康迪和妈妈一同逛街 今年13岁的她 越来越停停欲立 外貌极神似徐豪盈 被赞基因太强大 徐豪盈自从成为人妻后 退出演艺圈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也常常爱相随 半辰逸逊飞各地工作 同样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迪 外貌引起大家好奇 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 陈康迪身材苗条 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 都是个性美人 也不禁令大家好奇 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 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 谁能让陈关西贵的手捧蛋糕 当然只有女儿Alioi一向酷帅的陈关西 为了前世情人女儿Alioi真是变了另外一个人 今天是Alioi一岁生日 姑姑陈建飞在IG晒出小公主庆生照 只见爸爸陈关西为Alioi精心布置了梦幻的派对场地 墙上挂着可爱的气球 儿童仪也装饰着象征一岁的布条 陈关西本人更是双手捧着蛋糕 跪在一边逗女儿开心 身上还穿着印有Alioi照片的T恤 被网友形容前世情人就是不一样啊 陈关西与女友Alioi妈妈秦淑培 虽然没有完成结婚手续 但两人的感情始终很好 秦淑培近日接受访问时 还亲密地称呼陈关西为老公 陈关西春节期间也在微博上发出秦淑培的居家照片 称她为我的女人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 气质 长腿备赞基因强大陈奕迅和徐豪盈2006年结婚 育有一女陈康迪 近日港媒难得拍到陈康迪和妈妈一同逛街 今年13岁的她 越来越停停玉立 外貌极神似徐豪盈 倍赞基因太强大 徐豪盈自从成为人妻后 退出演艺圈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也常常爱相随 半沉亦逊飞各地工作 同样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迪 外貌引起大家好奇 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 陈康迪身材苗条 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 都是个性美人 也不经令大家好奇 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 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 不满KLD情变搞孤僻 吴宗宪镜镜头前 爆粗口KLD和许维恩 爆情变后却又同犹太国 吴宗宪 憲哥 喊话说若两人需要爬爬随时都在 但憲哥今录中天小明星大跟班 却表示KLD对他的关心简讯一读不回 一般不会回我的事不多啦 如果没回我就不会再问了 并说KLD大概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不回 他可以得啦 反正现在他开那么多节目了 可能是这样才有事无恐吧 憲哥坦言确实有点气 跟他可能会变得小有距离吧 憲哥前两天才和KLD一起录综艺玩很大 他抱怨KLD似乎因情变变的阴阳怪气 录影也不跟大家讲讲话 你是红了是吧 怎么可以这样呢 并爆料KLD录影也躲到旁边讲电话 疑似在努力修复感情 而KLD这样的状况已经持续了半年 让憲哥忍不住在镜头前抱粗口 KLD醒过来啦 妈的 显然对这子弟兵是爱之身 则知切 陈奕迅爱女现在长这样 气质 长腿被赞基因强大陈奕迅和徐豪盈2006年结婚 育有一女陈康迪 近日港媒难得拍到陈康迪和妈妈一同逛街 今年13岁的她 越来越停停玉立 外貌极神似徐豪盈 被赞基因太强大 徐豪盈自从成为人妻后 退出演艺圈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也常常爱相随 伴陈奕迅非各地工作 同样先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陈康迪 外貌引起大家好奇 近几天凑巧被媒体捕获 陈康迪身材苗条 脸蛋和妈妈极为相似 都是个性美人 也不经令大家好奇 她顶着陈奕迅爱女光环 未来是否会进军演艺圈 在12年中的男人 也不经厮了 都在偷尽 那是否贵人 是否贵人 产阳 是否贵人 是否贵人 都在与之间 是否贵人 是否贵人 是否贵人